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19年11月23日,星期六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说一说呢 还是关于那个郑文杰那件事情 郑文杰呢,现在网友们管他叫 有叫郑三嫖的,有叫郑三炮的 是什么意思,大家都应该知道,对吧 那昨天呢,我发现有网上呢 在流传着一个帖子或者是一篇文章 就是一个匿名的人,第一人称 写了一篇文章 然后呢,在里面呢,还不敢说是他自己 然后又说是他的朋友 是一个瓢变了深圳的他的一个朋友 说是呢,深圳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妓院 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场所说是 是可以瓢的 因为他这个朋友呢,是瓢变了整个的这个深圳的 这篇文章的目的呢,就是来洗白这个郑文杰 想说呢,这个郑文杰到那个地方去呢 就只是到那里去按摩的 那我昨天做了这个视频以后呢,有很多网友说 我这个人真的是太恬不知识 或者是跟着刷存在感 或者是说是自作多情 人家郑文杰自己都承认了 觉得这件事情呢,非常的丑 去了那个地方呢,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按摩院好吧 他都承认了,到那里面去那三次到那里面去嫖娼 然后你还跟那儿洗什么白呀 哎,昨天呢,也确实是就这一篇文章 其实呢,因为是一个匿名的 指不定是谁写的呢 也许是一个自作多情的一个网民 他呢,也许是刷存在感 还有可能呢,就是香港的暴徒之一 或者是香港呢,反对派这边 因为这个郑文杰呢,是他们一伙的,一边的 然后呢,主动出来为他洗白 但是,也有可能是郑文杰自己啊 是郑文杰匿名出来洗白呀 也有可能是郑文杰找人出来帮他洗白呀 这些反正都有可能的 不管怎么说 就是那篇文章呢,昨天没有引起多少人的一个注意力 那大家呢,把注意力都放到哪儿去了呀 大家把注意力就放在了英国政府 英国政府呢,因为这一件事情真的是严重打脸 看错了形势,看错了人,看走了眼,判错了形势 那郑文杰呢,通过BBC出来发声,出来瞎嗶嗶 然后呢,这个英国政府呢,还以为说跟蔡英文似的捡到枪了 这回捡到枪了,好,你中国政府就干这种事情 栽赃陷害,酷刑来逼供 以为是呢,捡到了枪 这回可以对中国政府呢,进行一通攻击了 结果呢,没想到啊 中国警方就把郑文杰三次嫖娼的视频就给放出来了 并且呢,他自己解释,为什么不请律师,为什么不告家人的原因 承认了他是嫖娼的这个呢,觉得很丑的这视频呢,也放出来了 那这个视频一出来呢,就严重的打脸英国政府 英国,英国政府真是太丑了 太糗了,实在是太糗了 那英国政府他们干了什么呢 就郑文杰啊,通过BBC 出来BB之后呢 这英国政府以为捡到枪了 全面开炮啊 英国本土的这个外交部呢 就把中国驻英国的大使馆的大使给叫去 交涉 那没想到呢,中国的大使呢,反交涉 同时,英国驻中国的那个大使馆 现在就是中国的这个微博呀,在中国 微博其实比那个推特其实还火呢 还火棒呢 很多的人呢,都有微博账号的 那英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呢 他们也有微博账号的 那大使馆的微博账号里面 在郑文杰通过BBC出来BB之后呢 以为捡到了枪 英国本土的外交部把中国的大使叫去的 同时,英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在他的官方微博上 也发了帖子攻击中国政府 那中国的警方把这些视频放出来之后呢 他们的脸啊,被打的是非常的疼啊 他们马上就偷偷的,就把他那个帖子就撤下来了 那撤下来之后呢,就被这些眼尖的网友就注意到了 那就引起了中国国内微博网民的一个热议 就是没有人去注意郑文杰 他请人或者安排人 所放出来的那篇匿名的洗白文章 大家把注意力呢 都放在这个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官方微博上 因为他把那个微博给撤了嘛 大家都在说这事 哇,你把那个微博给撤了 大家都说,我天哪 这叫二次打脸啊 你以为剪刀枪了 现在知道自己呢 这件事情实在是太不谨慎了 想攻击中国 这回打了自己脸 现在把那个微博还撤下来了 那英国一方呢 就觉得,我天哪 现在这件事又被他们发现了 等于说二次打脸 好,他们呢 也承受不了在中国广大的网友的舆论呢 结果呢 他们又发了一个微博 他就截出来一个图 他说不不不 我们没有撤 我们这个微博还在 你们看 我们这个微博还在 好 这个微博发出来之后呢 再次引起了国内呢 广大的网友的围观 广大的网友就说 我天哪 这个图是屁的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 你耍谁呢 以为大家是头一次玩微博吗 他这个截图呢 并不说明他那个原始的那个微博啊 还在 为什么 因为微博呢 他有一个功能 就是你发的帖子啊 你可以设置成 只有自己可以看到 其他人看不到 实际上 社交网站呢 有好多的帖子 其实都有这个功能的 比如我这个YouTube的视频 对吧 也有这个功能啊 我把这个YouTube视频 我发上去以后呢 我可以不公开的 我可以只有我自己能看到的 或者是我只有我的管理员能够看到的 那我把这个帖子发出去 我把这个视频发出去之后 如果我发现 哎 我这个视频呢 有某一个地方 有点问题 我还可以再把它收回了 就是我已经公开了 大家都看到了哈 然后呢 我认为有问题呢 我还可以把它再收回来 这都可以的 微博呢 也是一样的 什么推特啊 微博呀 Facebook呀 全都有这个功能 就是你把这帖子 你发出去以后呢 你发现它不对 你可以把它收回来 而不是呢 就只是把它给删掉 当然你可以把它删掉 但是呢 你也可以把它收回来 把它给关起来 只有自己可以看到 那这个呢 为什么说网友呢 是认为 英国大使馆 他只是呢 把这个帖子关起来了 只有他自己能看到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是现在截了一个图 又发了一个微博吗 说我这个还在 好 大家就发现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截的这个图啊 本来呢 他把那个发出来以后呢 就引起来了中国广大网民的 一致的一个抨击 有很多人就会留言 但是呢 大家就注意到 他截的这个图呢 他的下面的留言呢 只有四百六十个 但是呢 就是他刚刚 刚刚发这个截图的 这个帖子 已经有八百多留言了 你就从这个来看呢 他这个截图 这个帖子呢 只有他们自己能看到 就是当他那个帖子 他发出来之后 他关闭的时候 那会儿就有四百六十多个留言 然后他就关闭了 只有他们自己能看到 如果他不是关闭的话 像他说的说 现在这个呢 还是公众都能看到的话呢 那他的一个留言 肯定不止四百六十个呀 因为他这第二个 澄清的帖子 已经都八百多个留言了 这是一个 很浅浅的一个道理 那当然了 更有力的那个证据呢 就是网友看不到 他声称说还在 但是呢 网友看不到啊 而且网友还说了 他截图上面的 那个日期也不对 他那截图的日期 就说明了 他这个帖子 已经不存在了 这个呢 为什么说截图 是说明他已经不存在了 这个我还不是很清楚啊 他是说明他关上了 还是说明他已经删了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网友对他这个帖子 对他这个截图 进行了分析 而且网友就说呢 他这个截图啊 而且是屁过的 他明明就是 他关掉的时候 他截了一个图 他把它关闭的时候 他截了一个 或者说 他删之前呢 他截了一个图 但是他现在 把这个截图放出来呢 他在上面 把日期给改了 这就是所谓的 屁图 就是你截一个图 但是你对这个图呢 进行了感动 这叫屁图 所以呢 就是应该说是今天了 不是昨天 是今天 就是我睡觉的时候 国内的白天 对于这件事情啊 引起了很大的一个热议 国内的网友说 这个屁图事件呢 是对英国政府的一个 二次打脸 我都觉得 他删那个微博啊 已经都是二次打脸了 然后现在又屁图 这个屁图应该是 三次打脸了 英国政府这个脸呢 现在应该是很疼很疼的 那接下来呢 不知道他们 还会怎么处理 不管怎么说 这个郑文杰哈 大家好像都不再讨论 郑文杰这个人了 可能是对他本人 也没有什么兴趣 对吧 他未来的命运会怎么样 大家也没有兴趣 现在呢 就是看热闹 看这个英国政府 被打脸的这个热闹 英国政府呢 他们真的是 怎么讲 就是他们现在呢 脑子已经不清楚了 因为他们自己 就关于脱欧的这件事情 已经把他们搞得焦头乱额 他们已经是昏头昏脑了 已经是脑子已经不清楚了 现在呢 就是闹出来这一连串的笑话 那郑文杰呢 我估计啊 本来呢 他就是幸运 在英国驻香港的那个领事馆呢 谋到了一份差 作为一个留学生来说呢 谋到了这么一份差呢 其实是挺幸运的 如果说他一直都做着这份工作的话呢 他到最后有可能会拿到英国的身份 但是呢 他自己去嫖娼这件事出来之后呢 英国就觉得太丑了 对吧 太丑了 就没再用他了 那他失去了这份工作 现在呢 他就面临着他这个工作签证 已经到期了 那他要留下来怎么办呀 哎 他就想了 我估计 我认为我这个分析呢 是对的 他就是想留下来 留下来怎么办 留下来怎么办 然后可能也找不到什么工作 他就不想再回香港了 因为他要回香港的话呢 他也很担心 所以呢 他想出了这么一辙 想寻求这种政治庇护 怎么能政治庇护啊 海外的那些汉奸们呢 他们是最清楚的 要寻求政治庇护 就得栽赃中国政府 所以这郑文杰呢 就想出来了这么一个招 栽赃中国政府 没想到现在 偷鸡不成 试了好几把米 把英国政府都拽进来了 英国政府也说活该倒霉啊 对吧 活该倒霉 这帮傻叉你不想想 像郑文杰的这种人 你能靠得住吗 他说一什么 你就赶紧 以为捡到呛了是吧 你不想一想 真的 真的是 就好像在这个大海里面 眼见着要被淹死了 见着一根稻草 就赶紧抓着 想攻击中国 想压制中国 想让中国 那个毁灭 这种心情 真的是太急迫了 太急迫了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大家 非常好 谢谢大家